哈囉大家好,這裡是鐵道事務所 今天我們要來聊聊環狀線南北環 環狀線第一階段C環段已經通車 緊跟在後的 是第二階段南北環段的工程 南北環的延伸讓環狀線的服務進入台北市 將大大增加這條路線的效益 而目前這兩環皆已進入西部設計階段 法律上已是新建中的狀態 若設計順利完成的話 預計2021年土建工程動工 工時約9年半 南北環段顧名思義就是南環段和北環段兩條路線 南環段時木災地區多了一條通勤鐵路 而北環段則打通了五谷、蘆洲、士林、大指這段交通命脈 可說是大台北地區環心路網最重要的兩塊拼圖 環狀線起源於當時串聯淡水河西岸 幾個縣峽式的捷運黃線構想 並在1990年代開始進行設計 才演變成從動物園站 經南環段、西環段、北環段 至劍南路站的路網 並在兩端與文弧線連接 形成環形路線 之前在北捷系列第二集有提過的 行政院在1986年合定的初期路網中 木炸線南段的走法和今天 其實有很大的差別 1986年合定的木炸線 是沿著新隆路一路往南到木炸路 再向東到政大附近 最後再回到動物園站 這樣的走法 不但可以服務到木炸市區的居民 也可以在政大附近設置一座捷運站 但後來由於新隆路、木炸路陸服過載 附近居民抗議 以及部分政大師生反對等都市傳說 造成後來行政院不得不改成現在的走法 在過了萬方醫院站後 直接轉向萬方路往動物園前進 使得捷運並沒有深圳進入木炸市區 也讓萬方社區和木炸這兩站的設置 顯得很雞肋 事實上這兩站的運量 一直都處於台北捷運所有車站的倒數 萬方社區站甚至常年佔據盧祖的位置 直到西環段通車後 才被14張站及巧合站超越 木炸線經歷了一番波折 終究讓木炸市區痛斥了一條捷運路線 這樣的遺憾 卻在環狀線開始規劃後補了回來 環狀線南環段從動物園站至大平林站 沿途經過文山區公所 馬鳴潭 考試院等地方 可說是東西貫穿了整個木炸的精華區 後來由於政大的積極爭取 台北市捷運局在可行性研究報告時 於政大校門口增設Y2站 並計畫讓軌道穿越政大校地 綜合規劃報告時 則將Y3站微調至文山區公所附近 最終形成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版本 整個南環段全長約5.7公里 全線皆位於地下 沿途共設有6站 只有Y6站位於新北市新店區 其餘的5站皆位於台北市文山區 轉成站則只有動物園站一站 可以轉成文湖線 並預計銜接環狀線東環段直通運行 西邊則於大坪林站銜接以通車的環狀線C環段 政大站大約位於政治大學校門口 兩個出口分別位於指南派出所旁 以及政大學生宿舍的 裝進外設4到8設 為了配合戰體工程的施作 以及出口的設置 政大也預計在明年7月 土建工程開工時 將宿舍大樓移交給捷運局拆除 但此舉也引發部分學生反彈 認為宿舍遷移後將導致通行時間變長 對學生來說不方便 北環段則從新北展元園區站開始 沿途經過五谷區 盧州區 三重區 士林區 最後來到中山區劍南路站 全長約14.9公里 對比只有6站的南環段 北環段的戰術則為南環段的兩倍 共設有12站 並分別於徐惠中學站 士林站以及劍南路站 與中和新路線 淡水新一線 及文夫線交匯 在綜合規劃報告的版本中 北環段全線皆為地下車站 並於五公路出土後 銜接高架的西環段 北環段完工後 台北捷運路網將延伸至五谷區 並於新北財運園區中增設一站 而進入台北市後 設於中正路和重慶北路口的設置站 則成為社子地區的第一座捷運站 未來也計劃與社子輕軌交匯 另外位於外雙溪的故宮博物院 之前也曾經因為該不該在當地設站 而吵得沸沸揚揚 最後雖然在綜合規劃報告中 有維持該站的設立 但也希望縣政進行中的西部設計 不會有太大的變數 北環段目前在新北財運園區的規劃為 自新北財運園區站起 沿著五公路轉為地下 並在轉入五泉路前設置一站 如此一來 捷運軌道的出土段 將建於五公路中央 阻礙五泉二路等橫向道路的通行 因為當地為大型工業區 經常會有貨車 連結車等大型車輛進出 道路被阻斷後 將影響整個工業區的交通 進而拖累整個新北財運園區的經濟活動 因此廠商也紛紛於路邊懸掛白布條抗議 希望捷運局可以重新規劃車站及軌道的設計 捷運局也針對這個問題舉辦了多場供聽會 並重新研擬另外兩種方案 方案二將出土段改設於五泉路上 並將Y19A站改為高架車站 但這張出土段將阻斷五公二路的通行 轉彎處也會遇到拆遷等問題 方案三則將軌道拉到國道一號後方 並將出土段改設於二重書紅道 但五公路北段路幅過於狹小 高架軌道將嚴重影響消防救災 也會有噪音震動等問題 而出土段設於疏橫道中 也將產生許多安全疑慮 五公路出土段的問題 可說是北環段在設計上最大的難關 目前捷運局也在努力了與民眾溝通中 希望能夠找到一個對雙方都影響不大的折衷方案 以通車的環狀線C環段 全線共有14站 但只使用17列列車 因此尖峰時間最短班距只能維持在4分50秒左右 第二階段通車後 車站一下子增加到了32格 因此捷運局也會增夠營運所需的列車 屆時最短班距將會縮短至3.3分鐘 而關於第二階段的營運模式 捷運局也在綜合規劃報告中 研擬了兩個方案 方案一為全線營運模式 也就是所有班次皆為全程車 不設置區間車 這個方案將需在增夠29列列車 以維持最短3.3分鐘的班距 方案二則為全線搭配區間營運模式 也就是除了全程車之外 也在運量需求較高的大平凝站 至漸南路站間設置區間車 非重疊區間的最短班距為8.5分鐘 重疊區間則一樣為3.3分鐘 而這個方案將需在增購26列列車 雖然方案二增購的列車數 較方案一掃3列 但若要實行大平凝站至漸南路站間的區間車 則必須在大平凝站及外六站間設置帶撞軌 這項工程將會需要拆遷工業區域的私人廠房 總經費將會超越3列列車的價格 同時區間車和全程車的差異 僅為動物園站至外六站區間 差別並不大 另外為了維持重疊區間3.3分鐘的班距 除了每8.5分鐘一班的全程車之外 每隔5.4分鐘需要發一班區間車 這樣也會導致班距不均勻的情況 所以目前捷運局是傾向於方案一 也就是全線借為全程車的營運模式 環狀線C環段通車後 運量一直不如預期 而最近受到疫情的影響 日運量更降到約3萬人次 在南北環通車後目標是為台北捷運增加一天約23萬人次的運量 而究竟這個數字會不會如願達成 也是十年後的事了 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快要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為什麼說差不多快要呢 因為有一件事情我想要在這邊和大家在操作說明 那就是關於車站編號 在這部影片我使用的車站編號幾乎都是營運編號 也就是以後通車的時候我們實際會看到的車站編號 但只有一站是例外 那就是Y19A Y19A這個編號是工程編號 那就是台北市捷運局在工程的時候 自己所使用的編號 那為什麼會有這兩個編號的差別呢 就是因為捷運局在設計路線的時候可能原本先設計好幾站 然後就幫這幾站邊上流水號編號 這樣1234567這樣下去 可是之後可能 某幾站新增了 或是某幾站改位置 那新增站就因為流水號碼沒有辦法插進去 所以就在 其中一個號碼後面加個A 那就可能是例如說Y7站後面新增一站那就叫Y7A 那或是哪一站改了 地方例如說Y2改的地方 那改變地方之後那個新增我就叫Y2A 所以才會產生這樣 有A有B這些的編號 那 實際營運之後呢 因為有A有B這些東西對 旅客來講其實是不太方便 所以就會把所有車站的編號進行充編 就從頭到尾都是流水號的數字 這樣對旅客來講也比較方便 好 那我們就下禮拜見吧 掰掰 然後在片尾會有一些新北產業園區實際現在的狀況 那記得要看到最後 我現在在新北產業園區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直的這條就是 五公路 橫的這條是 五全二路 所以之後 出阻斷回事在這邊 然後就會把五全二路給阻斷 不過實際來這邊看一下 發現五全二路好像 還蠻小條的 我以為很大條 那這路裡面也有一些工廠啊什麼 可能都會受到影響 這樣子 這也是五全路 然後如果 這段改成高架的話 也會跟這根高壓電塔 衝突 然後我發現這邊圓環真的超級無敵多 大概這麼多 好像只要是遇到比較大條的路 交會就會 這一個圓環 這樣也不錯啊 都都沒有紅綠燈